大家好 歡迎收看美洲報報 那我是來自英語團記的Eric 我是Suzi 淑昕 那暑假又快到了 又輪到我們來播報了 還有我 那記得上次我們播報是什麼時候 寒假的 剛開始的時候 對 每次輪到我們播報就是放假的時候 沒錯 現在要放暑假了 真的很開心耶 嗯 可是我們暑假很忙喔 對 暑假7月的時候是教會特別忙的時間 其實忙得非常有意義 非常開心的事 那忙什麼呢 宣假 哦 對 我們教會在7月的時候呢 很多青年朋友到外地去宣假 那這一次呢 我們總共派了四個宣教隊 分別到哪裡呢 到哪裡 可不可以介紹給我們大家知道說 這次的本學隊有這麼的多 那我們會到雲林縣的園長教會 還有南口的風修教會 還有屏風縣的內師 跟單路四個教會 那時間是在7月的9號到13號 那這些青年朋友會很辛苦的在那邊 去為主來征戰 那希望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呢 也來做他們的後盾 送西瓜 送泡麵 還有禱告 對 我們要特別為這些朋友來 這個加油 為他們帶感帶導 讓他們有靠主來得勝 好悶 那他們會在7月6號禮拜五的晚上 有一個四師的預言 對 他們做了好多的練習跟準備喔 對 所以參加短仙隊的這個 朋友呢 這個弟兄姊妹 不要忘記了 這個禮拜五的晚上 在三樓的大會堂 有一個預言的這個活動 大家一起參加 請各位來關心 禱告 多鼓勵 那另外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一個音樂會喔 喔 這是暑假的 很重要的一個音樂會 讚美之泉又要來了 對 每一年的讚美之泉 都會特別來我們的教會 那有很多很多前面教會的朋友 都會擠到我們教會來 這樣把我們教會擠得水泄不通耶 對啊 而且開始之前呢 那個頭上面看下去那個公園 這樣好長好長好長的路對喔 對 這個讚美之泉的音樂會 特別適合這個 新朋友啊 或者是霧道友來參加 所以如果你有朋友啊 或者是霧道友的話 那你特別要請他們來參加 這個讚美之泉的這個音樂會 趕快注意鎖票的時間喔 對 讓我們一起來 用心態來讚美我們的上帝 7月18、19兩天喔 對 要記得來參加喔 Eric 你知道我們教會 這個新會堂成立的時候 是教會幾周年嗎 我不知道耶 今天是新來的對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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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不久了 八十周年 喔 那今年是我們八十四周年慶耶 你數學好快喔 對啊 就是 所以我們教會在這邊已經四年了 嗯 那上帝非常的喜悅我們喔 祂賜給我們這麼一個棒的大會堂 每次這個音樂表演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讓我們這個大會堂就充滿對神的敬拜 對啊 而且我們教會有很多很多的音樂家 嗯 每次公園音樂會喔 我都聽到非常棒的音樂 嗯 所以這八十四周年的時候 這個音樂會的內容是什麼呢 對 我們在七月二十九號 禮拜天的晚上會有一個 這個八十四周年的音樂會 那當然會集合所有 這個教會最傑出的音樂家 一起來演出 那這個弟兄姐妹就不要錯過了喔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週間的一些重要的活動 那禮拜二 七月三號禮拜二 要注意些什麼事情呢 本來是有上午的茶經的 可是因為暑假的活動比較多 所以呢 我們暫停三周 很可惜吧 可是沒有關係 我們七月最後一個禮拜又會恢復 所以請各位要記住喔 停三個禮拜二 可是最後一個禮拜不要忘記 我們又有茶經在早上禮拜二開始恢復喔 對 七月二十六號才恢復 禮拜二早上的茶經 那禮拜二下午的三點半 那教會有這個 會到七美的病房 還有七哥 五音的行動 對 沒有停喔 禮拜二下午 對 那同時呢 在禮拜五我也有房 除了七美之外 還有成大 對 成大有一樣 有四個隊 我們把這個 溫暖跟盼望帶給你 這些病房的病 最重要的就是讓他們 能夠認識耶穌 對 那接下來就是 七月十號禮拜三 晚上七點半 有個活動呢 在雅各廳有兒童喜安合唱團的練習 對 那我們參加這個 喜安兒童合唱團的 小朋友的父母親要記得 把小朋友帶來參加 練習這個合唱團喔 嗯 接下來 七月五號星期四的 中午十二點 在三樓的辦公室 有男聖工商人團聚的 第二次會議 覺得目的是為了 是為了在9月23號 有一個聯合福音的茶會 來做預賠 那弟兄姊妹要為一個 好活動來關心來帶走喔 嗯 好棒我們將會各個 各個角落各個屬性的 我們都希望能夠很多傳福音出去 接下來我們介紹禮拜五的活動 Erico 考你喔 剛才我們有說過 有兩個 詩歌的福音探訪隊 分別在什麼地點 那是禮拜二下午三點半 在奇美醫院 病房的詩歌隊 第二個呢 一樣是禮拜二下午三點 在成大病房 也有詩歌隊 搭搭 錯 成大不是星期二喔 是星期五 喔 嗯 OK 是星期五的下午的三點 對 成大是有病房 分別是兩天在不同的醫院 可是呢 我們除了在病房的探訪費之外 還有在一個醫院的大廳裡面 有一個音樂會喔 是在奇美醫院 所以禮拜五早上的十點 在奇美醫院 有一個喜樂的新音樂會 嗯 那邀請大家一起來參加 讓這些醫院的朋友們 有機會來認識主耶穌 他還在幫忙掛號那些家長 那些家屬們也可以喔 而且如果 弟兄姐妹暑假的時候 可以一起去關心的話 也可以去跟他們聊一聊啊 或者是幫忙發福音版單章 讓他們知道我們教會愛他們 對 那接下來是禮拜六的這個活動 那禮拜六早上九點半 這個祷告會呢 一樣照常的進行 在雅歌廳 讓我們一起來建議 這個教會的祷告祭壇 讓大家一起彼此的扶持 相信祷告呢 是對抗仇頂最好的活動器 沒錯 嗯 還有七月份 我們音語團祭的聚會 就全部暫停 嗯 因為教會的活動 真的是非常的多 我們就七月暫停一個月 可是八月我們就 又要重新開始喔 記得要一起再回來參加 對 禮拜六下午三點 三點的音語聚會 十月就暫時全力暫停 到八月才 再開始喔 嗯 那接下來是禮拜六晚上 七點半 在三樓的大會堂 還有一個宣教領袖職業 嗯 那我們剛剛講的短宣隊呢 這些所有的隊伍 有準備了各樣的 這個精彩的節目 要表演給大家來看喔 那所以請男兄姊妹呢 為他們來祷告 然後讓他們有力量呢 去各地呢 來掃架這個福音的種子 我們成就神的名字 嗯 要讓大家知道說 要讓他們知道說 甚至很多大家的祝福 可以跟他們一起出發 那今天是禮拜天 嗯 那教會有 就一樣很多的活動 那在下午一點判的時候呢 在一樓的雅歌廳 有童工的聯繫會 請小數張以上的童工 也要一起參加 那會後我們有中學跟大學的 學生舞蹈的這個 堂話會 嗯 那補導的人也記得要參加 嗯 接下來是我們的特別預告 對 那在7月29號的時候呢 會有洗禮室 嗯 那要受洗的弟兄姊妹呢 要 所以就要櫃台去受洗報名表 來報名 是請各位這邊要把握能夠得救的機會 趕快來報名受洗 那每一個主日的第三堂 一個第四堂 起訴後呢 在一樓的全員大廳 都有免費的醫療的資金 嗯 那如果一樓裡面有醫療上的問題 都可以在那邊 向醫師來請教喔 嗯 我們教會真的很棒耶 關心人心靈的需要 也關心人身體的需要 對 然後每一堂的主日呢 都有錄影然後製作成DVD喔 嗯 那如果你有這樣的需求 可以在上網去登記 購買這個DVD 我們教會真的好厲害喔 以後不用再圍在櫃台那邊 在那邊登記填表格了 對 那 哪一個小組 如果你有聚會的需要 又要借教室的時候呢 你可以直接上網去做登記就可以了 對 請大家能夠盡量的善用我們教會的 網路的資源 對 如果你是來教會的這個新朋友呢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牧區 加入我們的小組 讓我們一起成為喜樂的子體 嗯 謝謝各位的觀賞 我們下周再見 再見 在你裡面 你無掛慮 喜樂滿意 常常感謝 糊塗到操 謝謝 感谢观看